《陽光照亮你的心飛》 第二輯 主題一 從質到都感恩 分享主題 未被選中 司徒行轉一章二十六節 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 搖出馬蹄雅來 我朋友在面書上公開帖文說 他完成了一項計劃 很多人也祝賀他 但我卻感受到受到傷害 因為那份計劃原本應該是我的 但我最後卻未被選中 我也不確定到底是為什麼 在司徒行轉一章十五至二十六節 也提到約失未被選中 第十五節這樣說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 約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 說 弟兄們聖靈籍大衛的口 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耶穌的猶大 這話是必須應驗的 他本來列在我們訴訟 並且在士徒的職任上得了一份 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 以後身子撲倒 肚腹崩裂 腸子都流出來 住在耶路撒冷的眾人都知道這事 所以按著他們那裡的話 吸那塊田起名叫阿甲大馬 就是血田的意思 因為詩篇上寫著說 願他的住處變為方長 無人在內居住 又說 願別人得他的積分 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 始終出入的時候 就是從約翰施洗起 直到主離開我們 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 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 於是選舉兩個人 就是那叫巴切巴 又稱呼由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 眾人就討告說 主耶 你知道萬人的心 求你從這兩個人中 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 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 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掉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第26節 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 搖出馬提亞來 他就和十一個使徒同列 經文提到可憐的約瑟 未被上帝選中 但相信他知道為何會這樣 當時門徒要從約瑟和馬提亞 兩個人中選一個 是補回猶大的決位 他們在討告就說 主耶 你知道萬人的心 求你從這兩個人中 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 然後他們抽籤就抽中了馬提亞 上帝藉此讓眾人知道他的決定 當門徒向馬提亞道學的時候 不知道約瑟心裡是什麼滋味呢 他又如何面對落選呢 他有沒有感到被嫌棄 自哀自憐甚至遠離他人呢 還是他選擇傳言相信上帝滿心歡喜 擔任輔助的角色呢 故事的主人翁又怎麼想呢 我當然知道哪一種選擇是最好 但我卻往往在想 沒有被選上也挺沒面子的 好啊 既然你們沒有選我 那就看看沒有了我 你們可以做得多好 這樣的想法 或者心裡沒有那麼難受 不過就極其自私了 聖經再沒有提及約瑟了 所以我們無從得知他的反應 但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怎麼面對未被選中的困境 願我們都能夠謹記 耶穌的國度比個人的成功更重要 無論上帝為我們安排了什麼的職份 讓我們都能夠喜樂地參與服事 反思 未被選中或者被遺忘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你的態度怎麼幫助你明白上帝的心意呢 小秘訣 培養同理心 試著以欣賞的眼光去看待別人 從他們的故事中獲得啟發 而不是質度 各位朋友 這個時候邀請你我們一起討告主 親愛的天父 只要我能夠在你的國度裡參與服事 無論在哪裡或者做什麼 我都甘心樂意 奉主命求阿門 多謝你收聽 由靈命日梁士公製作 《陽光照亮你的心肺》第二輯 主題一 從質度都感恩 十篇心靈分享 盼望當中的內容能夠幫助你更認識自己 讓聖經的話語照亮你的心肺 如果你喜愛當中的內容 邀請你可以點贊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又或者可以和別人分享 並且在留言區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彼此代統 願上帝慈福予你